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手中的股票这个是不是觉得买得很开心 持有抱得很安心呢 我们上个礼拜就说这个青州乙国万重三 就这么轻轻的越过之后 那么台积电这五百块 这个之前就说过指日可待 现在只是差这个近在咫尺了 还可以继续来持有吗 现在要怎么样来追高 适合追高吗 今天都会详细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一连串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首先大家非常关心就是川普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最大憋恕 当然是川普他的态度 那么这个昨天传出来川普终于认了 他的推特发文说 这里面一个形容词说拜登胜选 这四个字是这段时间以来 他第一次用这样那个 这个承认说拜登胜选 但是他继续在骂有人在操纵选举 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川普终于就认了 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呢 不过他也说他会提出大型诉讼 证明这个大选是违宪的 不过川普的表态也引发了很多的注意 是不是把最后这个股市的一个变数给消除了呢 那另一方面来看这个美国大选之后 全球股市热热热 全球不止我们台湾 全球的股票基金呢 吸金的目前的整个规模 加上疫苗的问世之后 目前来到了20年的新高 这个股票基金流入的资金 是20年来的新高 不过来看看基本面倒是有一些疑虑 因为目前美国的疫情还在升温当中 最新的数据显示 这个复苏的力道可能会减弱 不过因为现在这个资金行情信心很够 股市跟这个目前还有疫情的一些新闻 好像是脱钩反应是没有这个表达出来的 那另一方面来看 这个新闻对台湾来讲是比较负面一点点 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区域经济伙伴协定 RCEP已经完成签署了 那么其实也在预料当中 台湾没有加入 所以目前台场的说明是这个台湾的产业 可能有这个空洞化的风险 会有产业外移等等 大家只能够自求多福 不过一样的这个信心面 资金面实在是强强棍 我们台北股市没有受到影响 今天这个台股金金涨 我们这个新闻首板 实在是怎么换都跟不上 这个股市上涨的速度 因为现在目前盘中最高价来到 一万三千五百四十点 是再次刷新的历史性高记录 那么当然是全王台积电的新天价带动的 台积电目前盘中来到最高是 四百八十四点五元 之前我们节目讨论过非常多是台积电的操作法 告诉大家首选是买台积电 也鼓励大家零股来交易 不知道这个最近赚钱的朋友 是不是今天非常开心呢 恭喜大家赚钱 台积电今天是占上了 这个四百八十四点五元 那么市值也突破了十二兆 双双血星球 那另外来看到就是 台国第三届季报已经公布了 那目前根据这个最新统计 一千六百三十三家公布的财报里面 一股赚超过一股的公司 高达五十二家 那么其中台积电是稳坐美股的获利王 那另外来看看今天这个有表现 也包括超微市政率飙升之后呢 一些相关的概念股也是沾光的 我们看是X86这个市场持续的工程掠地 所以可以看到 目前呢这个超微相关的概念股 也跟着是热烈反应 那另一方面来看 这一阵子表现非常好 很多人说终于扬眉吐气的是金融股 金融股在定期定额的排行榜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热门排行榜里面 金融股就占了五十趴 代表很多小资族 钱不够买零股 用定期定额来扣这个微笑曲线的 这个当中 大家的首选之一就是金融股 金融股可以继续投资吗 还有这个比特币也在冲 比特币冲上这个一万六美金 是两年来新高 所以相关的班卡厂是受贿的 不过这时候很多人说黄金 之前很热的黄金 可不可以在投资呢 黄金最近价格是创七年来最大跌幅 那么这个阶段 可不可以蹭低逢低 这个价格下降的时候来入场呢 好另一方面比较负面的这个消息就是 还是有旅行社撑不下去 东南旅行社证实 最近在裁员已经高达人数是 一百七十个人了 还有另外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导过 原大原油正二已经下市了 目前持有这档ETF的人数 还有将近三万人之多 好目前这个来到股市高点的时候 接下来你手上的持股要怎么样来调整 我们今天会从这个全球的角度 全球资产配置一块的跟大家分享 马上现在我们今天现场分析师 第一位是资深分析师陈慧良欢迎 秦宜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技术现行大师蔡森欢迎 秦宜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财经专家房志源欢迎 秦宜好 大家好 好 我马上就先问一下 我们现场三位来宾 台北股市今天又创新高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 一万三千五百四十点 是不是继续看好 很快就会冲破万四 好吧 现在这个行情 我们想问三位 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 帮我们按铃 一致通过 好难得 一致通过 很快就冲进万四了 魏亮你先讲一下 基本上第一个 现在是嘎空头 龙卷余额超过94万张 那历年来其实11月到隔年 也许2月或3月这段时间 约略3到4个月的时间 其实最容易形成嘎空行情 因为龙卷到了明年年数 会面临强制回补的压力 第二个来讲的话嘎空手 事实上现在的融资余额水位 还是在历年的相对低档 约略在1500到1600亿附近 那外资更不要说了 外资今年的前十个月份 卖超一度是超过7000亿元 所以到11月到目前来讲的话 外资很明显的 就已经开始反多回补了 那统计到上周为止 买超是逼近了千亿元 那我认为如果你跟整个 今年前十个月份的卖超相比 目前外资的买超 事实上只是九牛一毛 所以嘎空头嘎空手 那再加上目前盘面结果来讲 今天台积电创历史新高 可是上个礼拜 台积电没有创历史新高的 前提之下 整个金融股台数四宝 带着大盘指数 就已经开始垫高了 所以我们看到0050 其实在上周已经先创历史新高 代表这一波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全资股 加入了轮涨轮动 不再只是单靠台积电 一挡护国深山 那当然台积电的未来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 所以其实今天台积电 也算是压轴登场 那当然有助于大盘再攻高 那我简单讲一个结论 事实上呢 其实未来觉得万五都有可能 对不对 我觉得绝对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理性来分析 大家不要觉得说万五 好像遥不可及 这辈子没看过啦 对这辈子你我跟外资都没看过 但是呢 约略再涨一成 指数就到万五了 那台积电是市值 占比最高的一挡个股 占了三成 那大家想想看 台积电有没有机会 发工再涨一成 说实在 我想讲到这边 大家心中有数了嘛 因为台积电如果再涨一成 约略是530 其实这个大概就是 所有外资圈对台积电 可能未来的目标价的 基本盘而已 事实上我觉得真的 如果要讲说 台积电有没有机会千元 我觉得其实都有机会 那大家也不要觉得说 太夸张怎么会千元呢 涨那么多了 还是喊千元 事实上任何一个时间点 台积电都会有 让人家有涨很多的感觉 400的时候 300的时候 200的时候都是 但重点是 台积电在过去的20年 它的每股盈余的年 复合成长率 约略就是15% 那假如今年台积电 EPS到20块钱 我们用年成长15%去算 它大概5年之后 它EPS就可以来到40块钱 那40块钱 你以国际半导体 龙头大厂来算 25倍本益比 绝对合理吧 那这样来讲 其实它就有机会来挑战千元 所以我觉得其实呢 股市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 从哪里涨上来不重要 重点是将来能涨到哪里去 跟大家做个分享 好所以这样子听起来 今天这个台积电 也来到424点 我大家觉得非常振奋 你刚刚已经喊到这个千元了 代表这个时间点台积电可以继续追吗 现在帮我们再按一下零好不好 台积电来到这个历史新天下之后 还可以再持续买进吗 答案就不一样了 2比1 好这个未让你先讲 你刚刚就觉得现在还可以 此时此刻 这个高点 对 我现在是这样子 不会买太贵了吗 只要是空手人 现在一定会有个问题 涨那么多了 因为你一直往回头看嘛 往下看 从420 从400 从350 从300看 所以我说 任何一个时间点 对于想买台积电 永远都有这个问题 涨那么多了 但是重点是 其实所有的法人跟专家 他在估计的是 台积电现在价值到哪里 能不能撑得住 所以其实我们不妨去思考 台积电成长到尽头了没有 其实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 过去的20年 这么长的时间 台积电的年均复合成长率 是15% 他不是每年成长15% 但是你时间拉长来看 他的年均成长率 就是15% 所以现在台积电 跟他其他的竞争对手的差距 不是在缩小 走到先进制程 他反而是在扩大差距 扩大他领先优势 所以就算我们用这个 一样15%的一个成长幅度来算 5年之后 他EPS就要40块钱了 所以我认为有没有这个机会 当然也有机会 但是风险是什么 风险就是 当然他的每一个对手 都不是省优势登 所以当然他的对手 也会去扩大 在先进制程上面的研发支出 或者说呢 可能是取得一些 也许整并的机会 都有机会 那我觉得当然台积电 要怎么样去维持 他5年以上的一个竞争力 这个大概就是 未来要去观察的 但是重点就是 目前以台积电的本益比来看 真的不算高 OK 好 所以这个给大家 吃一个定心丸 这个虽然现在感觉上 短期间 这个波涛还是蛮汹涌的 但是长期来看 往远方来望 你觉得台电是没有问题的 蔡森老师 你刚刚是看好 大盘会继续涨 但台积电要缓一缓 那大盘是因为 被那个倩宜吓到 因为为什么 我们刚刚在问的是 等一下我们要举 会不会过万五 那一万五 我本来已经拿差出来了 结果问一万四 一万四只有几百点 那堵不了 万四会 万五觉得不会 那差几百点而已嘛 但是如果说以台股再涨 比如说一万五好了 一千五百点 那我会有更好的选择 比如说日经二二五 我认为我们这个是一万多点嘛 他们两万多点涨个三千点 我感觉上它相对容易 对我来讲 我的机会 我领域往日经去做 日经上个礼拜刷新 二十九年来最高 但是离最高点四万点左右 还有一段距离 其实以现在目前全球 主要股市来讲 日经的走势是最强势的 那以我们如果说要做效率操作 一定是找最强的 相对上它是比较强势的 那至于说 所以舍台股去买日本 你觉得更好 我认为是这样 以我自己的投资方式 但这个日本有一个支撑 是在两万四是不能破的 那台股的话就是一万三千一了 我们就要注意这个支撑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台积电 那个线土 其实它这个线土算突破的很漂亮 那问题说它是高位突破 不是低位突破 所以说不能买的原因就是尽量不要大买 因为突破它就是一个买点 那你这个平行线算是突破 所以突破之后 那个平行线就不要再掉下来就好了 那你会做技术分析的 你会设停损 那你如果说长期的就是刚刚倩宜讲的 那你就零股去慢慢买 慢慢买 每个月定存 那个都不管是台数四保 或者是金控股 或者是台积电 这个当然都是适合说 你长期去做那个存股概念 那是当然是没问题的 老师你对台股的未来会比较悲观吗 未来还是要看一下 我们譬如说现在台股是这样 一个突破了 突破我刚刚讲仅限是在一万三千一 那相对上 除了台股你要看S&P500 因为这个都是美股在带动的 都美股在带动 那同样它也是一个突破 但是NASTA它突破又跌破掉了 所以现在比较大的疑虑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会牵动的台股的一个走势 因为我们是主要还是美系外资在控盘 所以要记得现在突破之后就不要跌破 跌破了就会像右边一样 就是大家荧幕上看到的左边一样 突破就不能跌破 没有破都没有事 那只有一点点距离 设个停损就好了 没有破的时候 其实在突破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机会 现在股市为什么会涨的乱七八糟 就是一个突破 就是我们讲你突破了 气势一来 气势一来什么股都会涨 但是如果跌破了呢 那个就是我们讲 如果这个放在风口的 猪都会飞起来 不过风走的时候 什么猪摔一地 所以你担心风还是可能随时会走 现在是在风头上 如果说破了线 那等于风就走了 那就知道风走了该怎么做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 这个味道也是比较乐观 我补充一下 其实刚刚没有讲到 就是最近外资好像在买台积电 但是事实上台积电股价市值创历史新高 大家回头去看 外资现在所持有的台积电库存 距离他们曾经持有最多的时候 还差了九十几万张 所以将来这个九十几万张的买牌 一旦陆续开始回补之后 我觉得那个力量会非常强大 OK 就在带动台股 所以你是这个偏多上看 老师这个都 现在是算乐观 接下来还是很保守一点 好 志远 我是从比较大的一个战略地位来看 你刚刚是举万四OK 那万五呢 万五也应该 但我觉得指数不是重点 我是从一个比较高的战略地位来看 有两个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变数在哪里 第一个川普 第二个疫情 对不对 那么川普的部分刚才你讲过了 他好不容易在推特上面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但是还是讲了 这个拜登胜全 但是有人为的操纵在里面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大家原本最担心的选情 紧绷的状况 就是他死不认输 而且挑战美国宪法的 这样的一个疑虑已经消除了 现在只是等待他什么时候 会接受这个败选的结果 最主要就是他窝里反 因为他的女婿 包括他里面的竞选团队 都基本上不太赞同他 持续去挑战这样的一个选举的结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从疫情来看的话 拜登他是比较依循一个 就是说流行病学上面的一个 比较科学的方式 他虽然说美国的这个疫情创新高 但最起码呢 他是比较赞成要戴口罩 而且他可能会 后面会实施一个比较强制的 像这疫情的一个控制 再加上现在也可能真的有疫苗 我们等一下疫苗当然有争议 但是最起码来讲的话 可能会有解药 所以在这个两个最大的不确定的因素 影响之下呢 你会看到美国持续在创新高 而且其实从一些言调机构 他们统计 其实不管是哪一党的候选人 在第一年选举完之后的这个涨势 一定会特别到 所谓新冠上任三把火 他一定会推很多的新政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对整个美股来讲是好的 那么台股跟美股的联动又这么高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台股的指数 是有机会再创新高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台积电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那个时候我们看 如果看线图的话 有原本在台积电 我建议我的家人 就是做这个定期定额 在台积电第二根掌听板的时候 就最左边那个地方 那个黑黑那个地方 我建议他把它卖掉 那卖了之后呢 他回头问我说 那要不要持续 他回头继续扣 我说可以啊 反正这个时候 你要投资台积电 并不是一个就是 你去猜他会不会创新高 而是策略的问题 他们有继续买吗 有他继续扣 不然你今天就被骂了 为什么 因为你四十几万的台积电 不管是哪个小资主 你一定承受不起 你去猜他的一个价格 不如你每个月固定 如果你少一点就三千 钱多一点的话五千 那我就说你够的话 你就一个月扣两期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会发现到 他其实把这个微效曲线 真的做出来 当今天突破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他不是只有猜对 而是用他用策略的方式呢 把他整体的一个成本降低 而是在突破的时候呢 能够争取更大的获利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投资朋友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时候 去猜万四万五 或台积电五百六百 其实没什么意思 应该这个时候 你要去看一下 他的一个策略 那么另外来讲 其实这个蔡老师有提到 现在结构盘面上 有点改变 以前最不涨的金融股 还有传产股 包括在美股的部分 都有这种现象 以前最差什么迪士尼 那些什么餐厅 相对来讲都 现在都在涨 所以盘面上已经开始 从科技毒霸 变成个股轮动 类股轮动那个方式 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美股跟台股来讲 都是好事 OK好 那么当然这个关键点 一个就是疫情问世 这个资金行情 这个呆动之下 又这样疫情问世 让大家信心大增 那么后续这个疫苗的 这个发展 又怎么看 对我们台股的影响呢 微良 我想其实上个礼拜 这个辉瑞疫苗 算是重大的突破力多 不过这个 其实类股之间的反应 有点太剧烈 很明显就是过去 所谓宅经济的这种受惠股 然后变成被打下去 打趴了 然后可能旅游 饭店 这些观光股 这所谓的受害股 觉得突然绝地逢生 然后暴涨 那我觉得其实 这个过早反应 而且是过度反应 主要是因为疫苗 真正要到所谓的普及化 人人都能够施打 这恐怕还有重重的难关 第一个来讲 就是其实现在在 这个研发试验的过程里面 它并不是像过往 很多疫苗 它必须有更长充足的时间 来做准备 所以副作用的风险就很大 我想最近其实 媒体也揪露出来 据说打完两剂之后 有点像宿醉的感觉 那这个其实 会让大家会比较担心 真的以后有疫苗了 你是不是就敢打 那第二个来讲 将来要怎么样保存跟运送 那它必须是在 -70度的环境之下 那现在即便是 最先进的一些医疗机构 恐怕这个在 对他们的技术上面来说 都是一种挑战 那第三个很明显就是 所谓生产量跟配送的问题 因为今年年底之前 大概预计目标是5000万剂 那到明年年底是13亿剂 那每一个人 必须施打两剂两次 所以换句话说 13亿剂就是可以供应 6.5亿的人口 这个算起来 其实不到全球人口的 十分之一 所以资源有限 疫苗有限 可是人口这么多 那要怎么去做一个 合理的分配 那是不是会兼顾人权 或者说兼顾国家的一个距离 或者说兼顾这个国家的一个 医疗或者说生产环境等等 我想后面要考验的整个 复杂的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克服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这个算是一个短期利多 但是股市应该不会 持续环绕在这个利多消息上面去打 好 因为执行长他是反手卖出560万的美金的股票 这怎么解读 好 这个当然来讲 辉瑞疫苗现在研发出来 但是好巧不巧执行长在这个时候卖了一个股票 我是觉得是蛮讶异的 如果真的有这么好的话 干嘛在这个时候卖股票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就跟刚刚威廊讲的是一样的 现在疫苗我个人看法 就是说还是 虽然偏多 但是有一些存疑 主要在于他负重用很大 包括说他一个赎罪的反应 那么根据这个流行病学家 他们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这一次辉瑞的疫苗 其实跟之前那个Moderna的 这个疫苗的效果的 这个大概成功率 大概是蛮类似 大概在六成上下 虽然说他们官方是讲说九成 但是其实来讲 他其实只有在一些中壮年 并他其实是剔除掉一些孕妇 或者是一些比较体弱的这些人体上面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短期间 不宜太过于乐观 那另外来讲就是说 其实这个疫苗的研发 大家不要想成是解药 这就好像这个流感一样 大家有没有施打流感 你施打流感的话 就整个流感就消失了吗 并没有 它只是让这个流感的症状 或致死率降低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新冠疫苗出来之后呢 真的可以检救全世界 但最起码来讲 我觉得它是朝向好的一个方向 那么另外来讲就是说 我们讲到就是美股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刚有讲到就是不管谁当选 最重要的就是说 整个在美股的部分来讲 经过统计 第一年的涨势是最高的 那拜登上来之后呢 当然来讲有哪一些 包括绿能的一个部分 包括说他会 现在RCEP吵得很红对不对 我觉得给拜登很大的压力 因为呢 明年会平均涨幅是20% 对第一年就第一年 就在他当权 应该就是2021嘛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面对RCEP崛起之后呢 拜登会不会重返CPTPP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了一堆组织他会回去 对一堆组织他会回去嘛 那多边 那另外来讲跟中国的关系 他一定不会像过去川普来讲 这么的一个对峙 所以整体的一个状况来讲 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 会比较符合整体美国人 乃至于全世界的一个高度期待 包括比尔盖茨这些 所谓的科技大佬 他们也出来力挺 这个拜登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个人认识认为说 这个部分来讲 对美股来讲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么从一个比较大战略 我刚刚有提到 美国现在其实涨最多 涨幅最大是这七大类股 就是刚刚这个威兰跟蔡老师 所讲的 这些落最过去来讲 是最落后的食品 饮料 交通运动 这些所有跟疫情 高度相关的这些类股 现在都有一个 底部翻扬的一个味道 那我们看看台股的部分 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最近涨最凶的 并不是 有一些科技类股 甚至哪一些科技类股呢 反而是华为概念股的一个部分 在盘面上的涨势 是特别的凶猛 所以我个人也是认为 就是说 其实美股跟台股之间的一个关系 其实息息相关 那么类股的部分 刚才来讲 我们从这个美股 可以看到台股的一个部分 八个族群 我就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我觉得科技的部分的话 我们的护国深山 台积电 引领着半导体的一个部分 所以再加上费城半导体 创新高 所以第一个 一定要注意这个半导体 那另外来讲 5C的一个体材 还有包括相关的一些 被动元件也好 这个iPhone 12也出来了 所以平盖 那个马斯克的低轨道卫星 通讯的一个部分 还有过去来讲 被打得比较惨的一些中盖 内需的一个部分 那个紧接着在明年的一个部分 东京奥运的部分 也是跟运动休闲有关系 那么最后台商回台的一个体材 我觉得这八个体材 都值得你再 从这个盘面上去 好好的去筛选一下 所以创新高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的类股出去 可以选择 问一下威良 你怎么看 刚刚讲其实有拜登概念股 还有我们现在Q3这个季报的一些 大家出现一些让大家 比较惊艳的股票 这时候还有一些 摇钱术可以选吗 对那我简单来讲 其实举个例子来说 大家看一下 这是352同志 那短线上面呢 当然涨幅蛮大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 其实同志 他就是因为他 零组件的一个营收业务 大部分都是跟中国车市息息相关 其中车市来自于中国的贡献 大概占了七成 所以目前呢 因为中国景气要提振 大量的去做一些 车市上面的补贴方案 所以呢 整个汽车的一个产业景气呢 很明显在下半年 进入到V转的回升 所以也带动了同志第三季 他整个获利呢 已经开始出现了成绩单了 那上半年还在亏钱 但是Q3单季就缴出了 挣1.59元 挣1.59元EPS的成绩单 那我想这个其实 当然就受惠于车市的带动 那接着在第四季到明年呢 进一步就要期待的是 新客户新订单 那最主要就是打入到特斯拉的 360度环景系统 那目前呢 主要是要供货在特斯拉的 Model 3这一款车型 那因为呢 Model 3跟Model Y这两款车子 其实基本上它有很多很多 汽车零组件 它都是通用共用的 有七成以上 所以预计很快的 也会通过认证 打入到接下来的Model Y 所以其实如果就明年的 EPS展望来讲的话 有机会赚到一个股本 那相关的电动车零组件来讲的话 普遍我们现在看过往的 像核大帽连这些来讲 通常本一笔都可以拉到 20倍 25倍甚至30倍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同志短线震荡拉回 本一笔压低在14倍附近 我觉得可以重新留意一下 它技术面的一个转折点 那另外呢 也跟特斯拉有关的是 这3092红硕 那过去它是以 就是一些3C产品的连接线为主 所以业绩比较没有特别突出 那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汉地拔冲 最主要也是呢 因为取得了特斯拉的订单 而且目前是特斯拉在中国厂 充电线的独家供应商 那这个部分因为 所谓的平均价格比起过往 一般3C产品的连接线 高出数倍 而且因为你要打入到车用市场 其实都是经过至少要 三年以上的一个认证 那一旦取得认证之后 供货会非常稳定 那接下来呢 当然特斯拉还有美国厂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产品也在认证 而且价格是更高的 所以基本上明年 应该也会出现 蛮大的一个获利爆发性 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一档 是3149正大 刚好今天呢 出现底部转折 大家看我们抓图的时候呢 他正在做一个 股价的一个短线修正 但是今天股价事实上 是涨停板锁住了 那基本上呢 这是鸿海集团的 玻璃基板厂 那目前呢 因为整个鸿海也发表了 强烈的企图心 要进军在电动车平台 那未来整个集团呢 其实各个转投资呢 势必也都会跟着做一些转向 那目前来看呢 进度上面呢 应该最快的就是在于 3149的震达 会切入到呢 电动车的零组件 那目前来看筹码面呢 千张大会持股增加 内部人的持股也增加 所以短线上面 同样回到大概前坡的一个 骑涨区附近呢 今天出现了 价量骑阳的转折 那这个是可以留意的 那除了刚刚讲的三档 都跟电动车有关的以外 那最近刚好在公布季报嘛 那第三季的财报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些公司哦 他单季的获利 都超过整个上半年的加总 包含像精彩 有威科 IC设计的利基 那也是汽车零组件的 自身科 英利 胡联 以及高尔夫球相关的大田 还有就是健身器材的乔山 那这些呢 在第三季的财报都很亮眼 那事实上 当然有些可能股价呢 是创历史高 有些创波段高 那也有些在底部区刚突破的 比方说像乔山 那我想就依照大家操作的习性 有些个股呢 你可以搭配一些技术面 筹码面 去抓它短线的转折 然后设好移动停立法 OK 刚刚这个蔡山老师你说 其实你蛮关注不止台股 你说像日经股图示不错 我知道你对路股也蛮有研究的 那刚刚提到说 其实像拜登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当然会比川普缓和一些 所以你觉得路股 现在是大家可以投资的一些 另外一步的焦点吗 买ETF吗 怎么样来买 不过买ETF 一般都没问题 因为在中国的竞争力 长久上的一个内需市场 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 但是相对 我们就先论线 反而路股这次做了一个假突破 只有大陆股市假突破 突破又跌下来 所以这个他的结构上 会有一段时间的一个整理 新高股市创新高 陆股在假突破 现在对盘 就是这样 奇怪 每个在创新高 我这边有一个 其实陆股真的很好做 我这边有个对账单 又有对账单了 看一下 大陆股市的 这是中国平安证券 这个年初的时候 大概46万左右 那现在是70万人民币 那我刚刚看一下 我的手机又成长了2万 因为我这次看好什么 有色金属 所以你发现刚刚讲到 其实这一波在涨 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些科技股 你看这次美股在创新高的时候 你看五大科技股 其中有一支叫做Nephew 它是反向跌到颈线 差一点破掉 所以现在的一个行情上 并不是所谓过去的主流 包括像这一次 那个辉瑞的利多出来之后 但是这一波的 所有的这个 就是这个制药概念的这些 其实不只是美国 还有包括大陆 他们这些 因为台湾应该也都是 都不是这一波的一个主流 反而涨上来都是一些 金融带动的一些 船産一些产业 所以我每次在做 就是说我宁愿去找一些 比较有这个相对机会 就是我们做的都是投机材 那小编今天问我说 那我要多少资产的配置 我说我从来不做资产配置 因为我知道 郭嘉老师说资产配置什么配置 他说我不做配置的 像我房子只留 我一出手就要赚钱是不是 我房子只留自己住的 其他的我就不留了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就是 我觉得什么有机会 比如说最近原物料有机会 那就做原物料 像大陆股市虽然它走的不好 但是我手机上的股票还在赚 为什么 它涨的都是什么 这是有色金属 要不然煤炭 强势的出来 你只要去追这些强势 刚刚我们今天有个主题 就是股市追高速 那你做台积电 我们以台积电为例好了 台积电平台整理一突破之后 那很简单 突破就买 突破就买 对它今天涨3%好了 但明天就不能跌4% 今天涨3%明天跌2% 2%你去买 没错突破拉回 追高速就这样追 追最强的 拉回就买 如果跌破那个 如果跌破了3%以后 那就不对了 那你赶快退出 因为这个好像跟你的 所谓的一个机会 好像不大对 那如果对的话 比如说涨个3%跌1% 再涨个2%再跌1% 它越来越高 那是无所谓的 但是只要记得一点 当今天连续涨 我累积涨了5% 你就不能跌掉5% 因为你在高档 400块5%大概就是20块而已 对不对 你跌个21块 我赔 了不起多赔1块 赶快跑掉就好了 那你如果说位置不对了 那你还要应手在这里面 就是我讲 你要大把的资金进去 把之前涨幅再跌掉 老师觉得就要跑了 就那个就不对了 那当然就是刚刚讲的 你是存股人 你就不要管这个了 你就随时都是可以做的 OK好 这个时间点 这个我们刚刚说 定期定额买的最多股票 50%是金融类股 金融类股这个闷很久 也开始涨了 金融股是不是要反弹了 薇良你怎么看 金融股怎么反攻呢 那我先简单跟大家分享 先借用一下这张字卡 那跟大家讲 其实因为金融股 当然也是占全值 比较高的一个类股 所以外资的动向很重要 那大家可以发现到 外资目前的持股 跟他们过往持有 像比如说国泰金 富邦金 中信金 兆丰金的一个 持股水位 现在相减来比较的话 像国泰金呢 外资的持股还差了95万张 富邦金也差了90万张 中信金差了181万张 兆丰金更是差了255万张 我相信 大家把其他金控股打算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外资一路卖 卖也跌不下去之后 现在呢 终于要回头买金融股了 因为真的持股偏低 那我们看到其实金融股 前十个月份的EPS公布出来 财报呢 真的是比大家呢 意料之外的还要更强 光是富邦金这个EPS 十个月赚7块钱 以前一整年都没有赚到过这么多 所以今年感觉金融股 好像有很多的利空嘛 汇率的波动 或者说利差的收紧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靠着经营绩效 富邦金呢 用数字来说话 那国胎金也不错 前十个月赚了4.82 所以其实前十个月来看 EPS都还蛮不错的 那但是如果说 以现在要去买的话 我觉得就要考量 你是属于哪一种操作的想法 如果只是要赶上这一波 可能台股的万四万五 那我觉得金融股 它整体来讲 它的股价的波动性 还是会相对比电子股慢 所以攻击的主轴 应该不会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是属于 长线要布局的 那这个时候真的就要想一想 其实长线如果要存股 买金融股 这种不会倒的 最好的时候就是 最烂的时机 就是像三月份股灾 那至于说 如果是现在空手 想要去买的人 那我提供了这些金控股 我把便宜价跟昂贵价 算下来给大家听听 那大家可以自行去做参考 比方说其实今年三月份 股灾来的时候 基本上我这边 所罗列的这些金控股 他们当时的股价低一点 都有跌到那个便宜价 甚至跌破 那现在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都 介于便宜价跟昂贵价 之间的中间 那简单来讲 算是合理价 所以我觉得可以买 但是你一定要就是 预留一些现金 是将来还能够持续分批的 所以或许用定期定格的方式 在这里买 是可以考虑的 那但是如果将来 是属于大涨 外资可能狂热的 重压的时候 会大涨吗 我觉得有可能 如果这波外资 因为很多电子股涨高 他不太敢用力追电子股 但是相对金融股还停在这里等他 所以如果外资大买 让金融股真的涨上去的话 越接近昂贵价的时候 大家也要记得 或许你那个时候 要开始分批调节出场 OK 很多人说 讲到金融股是不是陌生段 会让你这样担心 今年我完全不会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过往来讲 那可能是股市的 一个惯性跟节奏 但是今年来讲 因为现在回过头 就是外资 手中的持股太少 那要挑 本益比低 或股价禁止比低 获利不错 然后真的股价 又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我觉得金融股 是蛮适合外资 现在的布局策略 所以我刚才强调 电子股的动能比较好 可是外资 他前面十个月就放掉了 他现在有些 他也不太甘心 或者不太敢大买 那相对金融股 他们比较敢用力买 所以我觉得 倒不会变成说 涨到金融股 就是最后一棒 OK 我们台北股市 今天收在这个 收最高了 13,551点 这个飙涨278点 那么台积电最高价 来到484.5元 所以今天是 这个再度刷新历史新高 那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重点 是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最近也是涨很多的原物料 这个蔡森老师 对原物料的未来走势 是蛮乐观的 原物料要怎么投资 其实这一波在股市 比较大家比较 在前后大家比较 不确定因素的时候 其实原物料涨满 还涨得满 包括农产品 包括原物料 我们首先来看一些大豆 大豆这一次在涨的时候 我们曾经上过课 就是突破的时候 我们上过两波涨幅满足 现在我们有上过 头肩底 头肩底是怎么去计算 两波段涨幅满足 现在很多老师也在教 怎么去计算这个目标价的 就是你把它算出来 这个已经到两波段 那两波段 它整理了一个月后再创新高 所以我们讲到 波段满足的时候不要最高 但是它会不会结束 你要干更长线的 这是月线 这是大豆的月线 你大豆的月线到目前还没到 它的一个大瘦链三角的满足 还有你看看 不管是最左边的这个M头 最左边的M头 或是中间的头肩顶 跟现在目前底部的大瘦链三角 比较起来 现在的底是最大的 比头还要大 所以相对上我认为 这些农产品要结束很难 还有就是我讲过 只要是这是月线 月线只要突破一根长红 它不会一下子一个月就结束 没有很少很少会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你的胜率会很高 那当然我不是叫各位现在去追 因为它两波段都已经过了 只是说当初一个突破的一个结构 那你可以学这个如何去突破 但是下一波有什么任何原物料 属于这种形态的 你就可以做 像这个是接口黄豆 我们台湾的这个ETF 不会买的买这个也蛮方便 两波段到的时候 其实也才15块涨到16块 那一天下沙好像爆了天亮 爆了天亮现在又创新高 那如果说你会看月线的话 你就知道差那一点点 赚那一点点钱还不如暴整 因为如果真的有大行情的话 这个是大底 下面是W底 但是到这个颈线 这一个你去计算 从最低点到那个红色的颈线的距离 等于它突破之后的距离 这个也是可以做计算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美国的挂牌的ETF 你看它的相对位阶就好了 高点从最高点跌到最低点 那打了一个W底上来 所以空头结束 你一个空头的循环很长 那既然有这么长的空头循环 当它翻多的时候 它也不会一下子就结束 就是说你可能五年的空头 那你随便走一两年的多头 很正常吧 那你如果说是一年的空头 那我随便走一季的多头可以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循环 那另外像这个玉米 玉米也是到达 一样也是到达波段涨幅满足 这个我们也教过 波段涨幅满足的一个计算 那我个人就有在做 因为它在突破的时候 我有做它的一个选择权 有个对账单 这个对账单本来是想说 也不好意思拿出来 因为以前动不动就是 三五万赚到三五百万 这几十倍的 这个是有很多单子的结果 那是玉米的话 我是用三万七千五 然后获利因为23号 它必须要结算 我是赚14万多 这个跟以前听起来就差很多 也是有好几倍 但是这个小编说 一定要我拿个对账单 我就拿一个上来 由车入钱 你都是赚很多啦 对啦 那这个还有其他的单 就从12号到10月12号到10月23号 那就是我的操作点 就是在一个转强的一个突破点上 日线也是转强点在那边做的啦 可是我进去的时间稍微晚一点 所以获利就比较没那么高 那原来我是本来这个390以下要买进了 它没有跌到那么低啦 还有那几天我也没有很少在看 那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多头的结构 那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玉米的月线 你看月线就知道了 这个月线M头 我们看M头就好了 M头 然后现在这个底跟它最旁边的这个底 底部还是比头部大 对不对 那M头的底部满足 我上过课嘛 这个要常常上那个 我们倩仪姐姐的节目 她要常学这个东西 很好用 那我们再看 这个有一个假突破下来又破底翻 对不对 我们看中间那里有一个假突破 下来又破底翻 我们常常这个技术分析师 这种大数据 这既然长得一模一样 那会不会突破颈线 如果以上次来看 那相对机会就大了 中间那里有没有 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那另外你看石油 石油大家之前不是说付的嘛 现在回头一看 那这个就是鬼话了 就是那个CME在搞鬼嘛 就是要吃那个 吃掉那个中国的那个大多头吧 那结果你看 你现在回头一看 那附的是不是一下子而已 就是在搞鬼啊 那个庄家自己在搞鬼 那现在来一个破线翻 所以他现在石油是出现破线翻 他为什么会破线翻 因为那个疫苗出来了 他认为说之前走空的 就是怕需求 一般小资族要怎么样 参与原物料行情 老师 原物料你看有没有 相对应的ETF 就买ETF很可惜 我们那个政二不见了 最有机会的反而不见了 你看这个是大陆的原油 他为什么一直跌 他这个是那个 因为他人民币计价 人民币一直升值 他就一直破底 因为相对东西就比较便宜 但是他的 如果说他出现了破底翻 那原油这一波的一个相对机会比较大 所以在期货他的转积性 我们再快速的讲一下好了 你像这个大陆有很多产品 像本乙锡 都已经涨了一大波的涨幅满足了 像橡胶 橡胶它也是一样 它到达满足点之后才休息 那你看橡胶的周线图 你看看相对很低 相对非常低 你用高点跟低一点 相对差很多 而且刚突破而已 那相对贵金属 我们是要现在讲 金属黄金大家很关心 黄金就是因为到达涨幅满足了 所以休息 那休息过后不是说 最近有最大的一个跌幅吗 那跌幅出来之后 他只要守住这个支撑就没事了 你只要看这个支撑 那相对上我认为 白银我们直接看月线 白银我们直接看月线 因为白银的底非常大 7年的大底 那上一波我们讲到 到满足点之后一定会休息 但是不会那么快结束 因为底部太大 通常不会只有一波 所以在贵金属上相对的机会 我还是看好 比较看好白银 OK好 这是这个蔡老师 他做很多是用选择权在操作的 跟期货 上一次我们拿的就是白银的选择权 白银选择权 那是赚很多倍的 魏亮你怎么看 刚刚蔡老师用这个技术面 讲到看好白银 那我想起这个10月份来云端的时候 我也是告诉大家 我是从金银比来说 我认为黄金被高估 那比较看好白银 那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追踪 其实我今天带来这个 是要从期货的多单 跟ETF的持仓量来看黄金 那简单来说 大家看到旁边的这一张 这个左边就是黄金的 所谓的期货进多单 那最近其实是持续往下降的 来到四个月的低点 那另外右边这一张 是黄金ETF的持仓量 那么也往下降 来到两个月的低点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市场上目前对黄金的这种避险需求 或者说投机的这种气氛都在减退当中 那如果我们再从下一张呢 是黄金跟美债的殖利率来做对比 当美债往上的时候 其实黄金的价格就容易压回 那反过来说呢 黄金过去的上涨 是因为美债的殖利率压低 那目前画面中大家所看到 红色那一条线就是黄金的走势 那另外几条线呢 包含美国的两年期 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现在都压在历史低挡区 但是似乎有一点呢 准备勾角往上 那回到刚刚所讲的一个概念就是 当美债呢 殖利率不再破新低 甚至呢翻转往上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在高档的黄金 其实它的价格就会比较大一些 就有可能出现修正 那至少我认为就是说呢 以目前市场上的看法 从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第三季 未来四个季度 黄金预估它的一个价格的中位数来说 分别是1900、1910、1900、1963 所以大致上来说 这个市场预测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还蛮贴近 就是黄金应该会是一个持平 大坏大跌也不容易 但是呢不容易再涨 那如果相对来说 原物料这边来讲的话 我觉得目前来看 应该是比较有利于原油价格的上涨 同样的逻辑跟概念 带大家快速看一下 左边这一张呢 是原油期货的 净多单的水位 那目前呢 其实是慢慢开始增加的了 那另外来说 右边这一张呢 是原油期货的未平仓的仓位 那事实上都从最近了 创下低点之后呢 开始有一点的指纹翻扬往上 那就明年的一个景气来看 我想除了就是 今年整个经济活动 在下半年开始增温之外 那明年呢 其实从各个运输业 跟制造业的角度来看 明年整个全世界的经济 至少在上半年 应该会有很不错的一个 强力的反弹 所以有利于原油的需求 那如果再加上进一步 如果到了明年下半年的时候 有可能呢 这个解救全能类疫苗 如果真的混逝的话 那其实也会进一步呢 有利于原油的需求 那至于说原油的供给面来讲的话 就要看目前呢 OPEC Plus 持续的去做减产 所以呢 在整体供需出现 比较稳定的一个前提之下 那明年的原油的价格 同样我们从今年第四季 到明年第三季 这四个季度念给大家听 分别预估是41美元 43美元 45.5美元 再到47.25美元 换句话说 原油的价格比较呈现呢 是稳定阶梯式的上扬 对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看 应该投资原油的价差的空间 会比黄金来得多 OK 好 所以是这个油价大于 这个金价 你的看法 好 智元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这个 其实全世界可以布局的还蛮多 刚刚讲不止台股 入股 这个日经都可以 你怎么选 好 从基金面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这边带来一些 今年以来 上涨最多的 这些类型的一个基金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黄金跟贵金属的股票 所以很多人说下跌想买啊 对 那再来呢 所以这几个呢 类别呢 大概是我看好的一个族群 包括中国大中华 其实蔡老师有提到 那么咨询科技股票呢 大概就是跟着美股走 那么拜登的替代能源 你会发现到 他还没有上任 但是基金已经走在前面了 然后还有包括台股基金的 一个部分 那这边出现一个美债基金 当然来讲是一个避险的 一个成分是比较多一点 因为三月份的时候 全球股灾的时候 反而在债券的部分 涨了比较多 那么生技医疗的部分 当然跟疫情是相关的 那么亚太新市场 其实主要还是指 台韩这两个国家 因为这两个国家呢 科技股的一个比重 占得特别的高 那第一个讲到 这个黄金及贵金属基金 我主要这边的话 跟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说它的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部分 其实黄金这个 特别的一个原物料 它不是单单于 就是说像生产面 或供给面 这么简单而已 它其实牵涉到 很多的一个要件 那第一个最重要 当然就是弱势美元的 一个部分 那么在整个极度宽松 零利率的一个政策底下呢 其实美元长期 是处于一个弱势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对于金价 因为金价呢 基本上来说 是以美元作为计价的 所以美元最越强的时候 基本上金价会越弱 那么现在美元比较弱 所以金价相对来讲 就会比较长 比较强 它走一个比较中长 多的一个体材 那第二个也是有关系的 就在货币供给的部分 那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美国的一个 零利率的极度宽松 无限期的QE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金价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刺激 因为美元会弱嘛 第三个避险情绪 就是说对于通膨的担忧 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担忧 整体的避险情绪 对于黄金来讲 也是有利的 那么另外来讲 其实今年以来 支撑黄金价格最强的 就是在黄金ETF的部分 那刚刚威良有提到 这两个月感觉上 好像就是整个买盘 稍微减得比较弱一点 那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以目前来看的话 它大概只是一个 涨多的一个回档 也就是说之前买太多 有点获利回土的一个卖压 所以以上这四个条件 我反而是觉得说是比较 站在黄金的多方 但最后一个条件 我觉得就是一个 站在整个金价的一个空方 而且这一颗球 有可能会打乱前面四颗球 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 不管是马德纳 还是辉瑞的疫苗 真的研发出来的话 当整个疫情缓解的时候 经济恢复正常的时候 是不是在需要这样的一个 极度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 美元是不是应该 这个时候要重新再走强了 避险情绪 这时候是不是削弱了 我还要不要再去买黄金ETF 有可能就会因为一支疫苗的关系 而打乱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后续的一个发展 OK好 所以这跟后续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底定之后 疫苗的进度 跟这个联组会的态度 我们要密切来观察 那这时候这个买基金的人 你会建议他怎么做 就是一样傻瓜投资 定期定额吗 怎么样去停利 停损 一样 就是买基金要落袋为安吗 对 那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我刚有列了好几个 其实在今年 今年底之前 还有到明年 可以选择这个基金类型 其实还蛮多的 如果是单一国家基金 比如说美国 或亚太新市场 台股这些 我建议你可以搭配 技术面来操作 就以单一国家的 这个主要的指数 来做一个判断 现在拉到20%再卖 对 那个行情很看好 对因为股票型基金的话 基本上来讲 它波动会比较大 那有人会讲说 是不是你要定个50% 那我觉得那这样也太危险了一点 之前大家很刹的时候 觉得这个循环变得很短 对没错 10%就先走 现在你比较看好 现在看到20% 对可以到20% 那如果说你舍不得卖的话 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 分批获利的一个方式 或分批调节 先调节 25%或到30% 那么后续呢 其实来讲的话 你都可以用 在整个报酬率 在往上到30%以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做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 这个出托 那另外来讲 如果你卖出之后呢 真的还持续上涨 你又很看好的话 那怎么办 你把之前已经获利的部分 你再 可以再重新 再做定期定额的方式 做一个灵活操作 这样来讲 我会觉得会比较好 另外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贴近 整个市场比较紧密的 你还可以搭配 不定期不定额 也就是说在三四月 那个时候 其实是在市场很不理性 在出现一个 比较不理性的下挫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想要 不敢 大幅度的一个买进 又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的时候 其实不定期不定额 反而是很好的时候 你在这个时候 可以多加码 扣一点 比如说你原本 只有扣三千五千 你这个时候 也可以扣个一万两万 因为反正 你有子弹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多加码一点 可以在底部的时候 多增加一些 低成本的一个持股 或基金量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其实你如果越过 它的一个 整个获利 一个停利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那个获利的速度 就会变得很快 OK 好 这点时间 微量补充一下 有网友留言说 买台积电万是OK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我觉得大致上 先给大家一个方向 比较重要 就是做好资产配置 那资产配置 一般来说 其实建议有两种策略 一种很简单 你只要会减法 就会了 就是用所谓 生命周期法 你适合买风险性资产的比重 比方说股票 或者说像刚刚 资源介绍一些 可能股票型的基金 新市场基金 原物料基金 就是100减六年龄 简单来讲 像我今年30岁 开玩笑 那我就买两成就好了 对对 30成 没有你要买八成 就是20岁的话 我买八成股票 对对对 100减掉30 就是70% 就适合风险性资产比重 那另外来讲 当然就搭配景气周期 那我认为 现在景气是往上 所以大家可以 多做一些 比较有攻击性的投资操作 OK好 这个配置好热烈 参与这个大行情 我们礼拜三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